包括苹果最新推出的扩增使徑AR技術 还有智慧造型喇叭 都极有可能成为同业的强劲对手 这回苹果终于跟进业界 在AR技术上展现强烈的忌徒心 一夜之间 iOS11将替全球上一支苹果手机打造AR平台 和Google等竞争对手打对台 华盛顿邮报则指出 苹果加强人工智慧的研发力道 更是违背了公司本身对个人隐私的高度重视 不过苹果来势汹汹的威胁仍然不可忽视 一大型的iOS11 它会支持专专专专的资金 以为资金资金资金 似乎会比较正确的资金资金 以舟尾包市以区别的资金资金禁资金 它会有助一提 那 become the best 顶尖级业界最高价 苹果与亚马逊ECO一较高下的智慧喇叭 要价349美元 约1万台币 旧背址不够亲民 4999美元 接近台币15万的iMac Pro 更是有史以来 最强又最昂跪的电脑 又一次要以高价策略 企图占据高端市场 记者谢若欣李芷英综合报道 WWDC苹果开发者大会的压箱宝 One More Things 一如市场预期是推出整合人工智慧 Siri语音功能的智慧喇叭 可以操纵家中其他的物联网装置 像是开冷气或者是找新闻等等 为什么苹果会选在这个时机点来推出 也正是因为看准趋势 因为目前市面上的服务型机器人战比当中 有将近五成都是语音助理